咳咳 你大大的勇敢保護著我 我小小的關懷喋喋不休 感謝我們一起走了那麼久 又再一次回到亮亮深秋 給你我的手 像溫柔野獸 把自由交給草原的遼闊 我們小手拉大手一起交友 今天別想太多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編 小編現在帶大家來我們的蘋果園這邊 是哪邊 來這邊就是往我們的桃園 我們的桃園不是龍潭那邊 這個是水蜜桃園 旁邊這個這裡有一個五指山 有沒有看到一個五指山 這個一二三四五 這裡有五棵樹像一個五指山一樣 這個是我們的 我有講過這邊嗎 我比較少來帶大家來這裡 這邊其實就是我們的飛雪亭 飛雪亭早期這邊其實 是一個制高點 他算是一個制高點 這裡有一個 也有一個三 應該是三等 三等的那個三角點 在這邊 叫做 門 雙鋼山還是門竿山 雙鋼山的樣子 我記得我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就是飛雪亭 旁邊有一個三角點 所以他是一個制高點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 視野會非常好 不過現在 旁邊的群網 旁邊這個樹都長起來了 把他的視野 稍微擋到了一下 哎哎哎 頭頂怎麼沒開 各位乘客 現在到了桃園了 我們的桃園到了 哈哈哈哈 來不是台北下面的那個桃園 是我們的水蜜桃園 他現在關著 待會我來開一下 哈哈 應該要開放了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要來插牌子 插牌子 插那個指示牌 來 這個是桃園 桃子園 水蜜桃園 Pitch Garden 我們的水蜜桃園 不是那個桃園三結役的那個桃園 好多桃園也是桃園 上面這裡是飛雪亭 飛雪亭是農場 一個非常古老的涼亭 後來是改建成水泥的 那這邊 還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農場會三不五十 看到這個 看到小扁出現 哈哈哈哈 有看到小扁嗎 沒錯啊 就是農場 其實周圍也是自然的環境 那我們也有釋放一些獸粉的蜜蜂 然後 自然環境還是會有一些風啊 會有一些蛇的出現 不過我們這邊海拔比較高 通常是 蛇比較少見 除非像夏天比較 比較熱的時候 他會出來曬太陽 那蜜蜂的話 蜜蜂會蠻多的 因為我們畢竟 有在獸粉 有果園 果園會有開花的時候 然後有像現在波子局在開 也是有花的時候 旁邊這就是水蜜桃園 我們水蜜桃園真的很漂亮 下面是草生栽培的 剛打完草 為什麼要打草 不是要讓大家進去 我們是在環境維護 雖然水蜜桃都採收完了 前面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前面就是水蜜桃園的 水蜜桃園的波子局花海 對喔 有沒有看到長得很高 我們的水蜜 不是我們水蜜桃園 我們的波子局 恭喜 我們的波子局長得很高 真的超高的 喔 那旁邊這個步道其實 是我們的農用步 農用的道路 然後 你看 我們的波子局 現在都還是花苞 大概才開一層 一兩層左右 我走下去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芳芳物 又回到農場的感覺 在山上美麗桃園 但看到很多青蛙 應該看到很多青蛙肝吧 哇 哇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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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進來 你看 我們前面的草都已經打好了 就是 歡迎大家走下來欣賞 波子局花海 嗯 真的 山上就是 我們山上的波子局花海 為什麼美 只要說後面的那個山 後面那個雲 後面那個樹 配上我們的波子局 真的是 超漂亮的 不過 我現在手是舉起來的齁 我的手是壓關齁 我不是手不壓關齁 我現在手舉很高 因為這個波子局真的很高齁 這個波子局大概六尺齁 八槓六尺齁 這個大概 跟八槓六尺齁差不多 齁 比我還高 真的比我還高 齁 小編號稱六尺齁齁 這個看來六尺齁跟七尺差不多齁 六尺齁 六尺 六尺是多高 六尺一百八十公分 然後這個大概七尺齁 大概會到兩米高 很高很高真的很高 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 早上我就說 今天天氣會超級好的 因為今天 早上我要騎到八尺 我要騎摩托車的時候 那個整個坐墊上都一層入水齁 那也是老人家說的啦 你只要早上有起霧 早上有入水 那就是天氣會很好 你看 齁我們草都割得很乾淨齁 大家走下來 齁 不要去踩我們的POSE級 就好 我們旁邊這個 有割草的地方 踏下來沒有關C 齁 不要去踩我們的POSE級 順一下很舒服 啊如果在太陽下氣 還是蠻熱的 你看這個 看這個藍天 就知道這個紫外線有多強 呵呵呵 我們草剛割完啦 我們草剛打 我們我們我們習慣 我們習慣 割草叫做打草齁 有時候聽到小編說 打草打草 幹嘛打草 打草就是割草 我們習慣叫打草 我們旁邊這個草 有割過的都可以走 沒有關係 然後剛因為剛割完草 所以 其實這邊有草的芬芳齁 然後POSE級 其實POSE級有一個味道 有人覺得是香味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一個草味 然後 那隨風飄過來 其實也是 有一陣芬芳這樣子 很舒服 來這樣子就開大概一層啦 這樣只有一層 大概十天後 小編長 小編長大概從 921之後 大概會進入一個 現在是觀賞期 但是還沒有盛開期 大概921開始會進入一個盛開期 那盛開的期 盛開期間大概10到15天左右 大概到10月5號左右 哇 沒錯 只要有花開的地方 就會有蜜蜂 對 那個飛來飛去的是蜜蜂 真的很漂亮 這邊喔 這邊沒有什麼 這裡沒有椅子 但是 在我們的步道旁邊 步道有一個坎 旁邊 跟大包 跟大包 看一下 步道旁邊有那個水管 那水管是我們的藥管 就是 他 我們在灑藥的時候 用的藥管 不要去開那個 那個 那個管子的水去洗手 那是藥管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殺菌劑 可能會有一些石灰硫磺劑 會臭臭的齁 請不要打開來齁 那旁邊那個坎可以坐下來可以休息 我覺得很不錯 欸 走過來就是要看這個 這裡有一個最佳的景觀台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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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為什麼今年的波子局真的是長太高了 以往走在這裡 前面這一層是 是沒有的 只是可以看到 直接看到後面 哇 今年的真的 今年的 花礦算不錯 雖然旁邊有一些被我們颱風吹倒的齁 這邊 旁邊這邊有一些被吹倒的 不過 整體我們隨便桃園的花礦看起來是不錯的 過一場的不錯 來 欸 我們的波子局真的很大多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大部分都還是花寶 現在大概只開 真的不到一層 剛開始才而已 可以走下來 這幾年來的話也可以走下來欣賞了 然後 那如果你要看那個整片粉紅色的 喔這個 有這個 這個是熊蜂齁 台灣黑熊的那個熊齁 熊 不是 雌熊齁 是 黑熊黑熊 熊蜂 因為它長得胖胖的齁 很壯齁 看起來像熊一樣的蜜蜂 叫做熊蜂 熊蜂 很美 這片 開的時候我都會稱這片叫做 粉紅色的波浪齁 尤其是那個 波子局隨風搖曳的時候真的很像粉紅色的讓 熊 人家音浪太強會 穿到地上 我們的粉紅花浪 太強會讓你心 Swift 心飛到枝頭上 很漂亮 哼 iesz 只是它真的長得很高 建議大家來這邊,記得帶自拍棒 帶自拍棒上來 帶自拍棒過來 因為真的很高 你可能要把手機架在自拍棒上面 才能看得到美景 這邊要跟大家報告 前面有那個三角錐那邊 就不要再走過去了 那我們 因為那邊進去就是死相 你走不出去 你沒有死相還要多走一段路 那我們回頭的話可以走這邊 這邊這個斜坡可以走上來 從這邊上去 就可以繞回去 我們剛才那個飛雪那邊 或者是服務中心 這邊不要走 這邊不要走 不要走 下面這邊也不要走 下面這邊也不要走 因為走下去都是死路